办案中心 走廊的绿罗叶子黑黑的 像是没人搭理的老绿罗 几名老刑警向江远传授机遗 在审讯室里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审讯室里 犯罪嫌疑人刘畅才刚刚看完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正在签字中 命案正主 就算是县公安局 也是一步步的尽可能的按照教科书来 否则 有的是人想教你做事 你叫什么名字 刘畅 有没有用过其他名字或者绰号 没有 你的民族 出生年月 我要见那个足迹专家 刘畅回答了几句话 突然间就不想配合了 喊叫道 他表情有些慌乱 脸色也苍白得很 戴着一个半框的眼镜 但是讲真 还是挺耐看的一个年轻人 还长得高 相当有优势 坐在他对面的穿着警服都感觉到特别强壮充满肌肉感的武军豪耐着性子轰道 咱们不是说好了 先做笔录 一会人就来了 这么长时间 应该到了 人要是来不了 你就直接说 不要骗我 流畅的表情变得被人严肃 他的瞳孔不停的变化 武军豪抓人的时候十足凶悍 审讯的时候却和蔼得很 依旧劝道 骗你没必要的 你想见人 人不是的通知过去 然后再过来 再说进来见你 你刚才说一刻钟的 这不是还没到 那你给我看时间 武军豪又僵住了 不好给这玩意看时间的 这都属于审讯的基本规则 那我要见我爸 刘畅又提出了新要求 这个要求却是让审讯室内外的人的脸色都变了 25岁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好忽悠的 进到审讯室里的人 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 幻想自己罪行较轻的 感觉自己无辜的大有人在 刘畅就认为自己是意外杀人 并坚信不移 大家这才有对话的基础 真实的审讯室里 至少会有一个傻缺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审讯室原理 刘畅的大脑突然有点回正了 这是最让人紧张的地方 他要是不肯交代了 那接下来的办案过程就难了 可以说 数百名干部民警接下来一两周的幸福生活 就有赖于刘畅此时的态度了 至于刘畅的爹 那就是50岁的官场老油条 还有一定的官闲级别 用难缠来形容都轻了 你已经25岁了 不需要家长陪同了 武军豪突然来了一句 刺穿了流畅敏感的心房 想要用语言和狂吼来成为男人的少年 他见得太多了 稍微刺一下成长的烦恼相关的肌肉 当场爆炸 刘畅果然变得愤怒起来 手都在抖动 大吼道 我要见足迹的人 快点 倒是不再吼着见爸爸了 武军豪松了一口气 但也不敢再审了 刘畅的父亲其实就在隔壁关着审讯呢 刘畅父亲老练很多 一看就是那种小有权力的领导 刚刚抓他的时候 他还一派官枪 有点凶的那种 这种人在大部分场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如同烈日曝晒过的石头堆里的大便 表面滑不留守 外壳撞似坚硬 砸开了空空如也 不过对老五来说 他反而不担心刘畅父亲的审讯 对他这种人 最简单的法子就是水魔功夫 在硬的大便泡水里几天时间 用手稍微一搅和 就化掉了 老游子有过权力金钱 被腐蚀的快 弱点很多 反而是刘畅这种年轻人 情绪变化剧烈 很不稳定 很容易翻供 刚刚他在车里还一五一时的交代呢 进了审讯室又变化了 天知道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怪异的表现 杀过人的人 心理一定程度上 已经有些问题 武军豪不想一起清晰无比的凶杀案 变成鼻涕一样的糊涂案 审讯室外 专业人士们也意识到流畅的情绪不可控了 再匆匆交代江源几句 就将他给放了进去 一群人期待的盯着监控 双手握拳 认真的像是主队的球迷似的 江源敲门 进入到审讯室 武军豪用的是最大的审讯室 又长又宽 靠门三分之一处 用铁栏杆堵起来 流畅座里面 连个窗户都找不到 头顶的射灯更是令其心情烦躁 所谓的老虎凳 也被撑得满满的 一米九三的男人 把凳子扯到最高 腿也是一出来的 胳膊放在台子上 也是长出去一截 以至于手铐几乎都锁不上了 后面的两条束缚带倒是没问题 但武军豪并没有给他套上去 这玩意弄上去了不舒服 比安全带的不爽度肯定要高不少 他怕自首的流畅不开心 罪犯没交代之前 警察都是知心大哥哥的模样 只有等他落入掌中 做警察的才会露出凶狠的一面 成熟的警察 通常就像是成熟的渣男 而不成熟的警察 通常就像不成熟的渣男 江远的个头也很高 刚进门的一刻 在强光的照耀下 几乎像是看到自己坐在里面一样 刘畅也差不多 一晃眼的时间 几乎看到另一个自己走进来了 两人似乎面对面都有些发愣 刘畅在小地方也是正经的小官二代了 也是衣食无忧的样子 这位就是我们的足迹专家 江法医 武军豪示意江远坐自己身边 再给刘畅做介绍 你多大 刘畅同孔色缩了一下 却是先问道 江远看到这么年轻的嫌疑犯 虽然看过暗宗 也一路上听说了 包括在外面也看了 可是真的直面 面对面的时候 感觉还是很怪异 24岁 比我还小 刘畅忽然激动地看向武军豪 脚也在抖 你们胡弄谁呢 弄格假的 有意思吗 武军豪一愣 接着用大手拍了一把自己粗大的脑门 你早说啊 我们人手这么多 弄格假的还方便 你是不是觉得专家就应该是四五十网上 最好白发苍苍 或者头发少少的那种 武军豪一抹自己的油腻的头发接着 早知道 我就弄个没头发的警察了 还那么远的请江远过来 我们队里啥都缺 就年纪和秃头不缺 刘畅被说得无言以对 而且觉得这个壮汉还说得蛮有道理的 他又认真的打量起对面的年轻人 你怎么看出我的身高的 我听说上一个足迹专家 也都是省里有名的足迹专家 他的问题还有点小专业 说明他是确实是提前了解过的 江远反问 你为什么在乎这件事 就想了解下 我比正常人高不少 当时一出事 在看到满地的脚印 我就知道有问题 刘畅状似淡定的道 暴低身高 是我自己决定的 就这一句话 刘畅就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 如果他的话不嫁的话 首先说明 刘畅是不知道上一任指纹专家 对他的身高的判断的 换言之 他父亲的关系 并没有到泄露案件信息的程度 陈文明当日判断的可是178到185 刘畅也就是太高了 要不然 报个185出来 直接就进射程了 那时候 专案组对他的甄别强度肯定要大好几倍 其次 刘畅说暴低身高是自己决定的 那说明有人替他决定了其他事情 多数可能是他的父母 换言之 一 这句话证明父母确实有包庇 最后 刘畅也将自己的心理状态泄露了出来 年轻人想要自己决定未来 想要用自己的认知对抗世界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只不过 有的人最后因此做了国父 说的是孙中山 有的人最后不过是一名杀人犯罢了 说的是秦武阳 江远更是深深的看了刘畅一眼 从他面对面的感觉上来说 这思莫非还想学有所成 觉得意外杀人还能出来 想为下次做点准备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也不说了 刘畅感觉能拿捏住江远 江远笑了一下 道 判断身高其实是个系统性的工作 书里都有 我就想听你说 好吧 最简单的一点 就是根据足长来判断身高 有一些经验性的规律 江远缓缓道 比如中国古代 就有例七座五盘三 就是一般人的身高是头长的七倍 而脚长其实和头长差不多 不是说有的人九头深吗 那是特例 我们先说一般规律 刘畅表示认可 好 所以是乘七 护士人乘6.75 东北人乘6.876 陕西人6.734 重庆6.856 江远直接给出了全面的答案 可是我那天穿鞋了 刘畅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个 而且穿的比正常的鞋小一点 那些脊脚 马促和平时不一样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江远点头 问 我接着说 你说 更进一步的判断身高 就要增加脚宽的数据了 你的脚虽然比较长 但比正常的要宽 这是另外的细节点 刘畅厅面前的年轻法衣侃侃而谈 居然有点认同 中国人的脚普遍比欧洲人的要宽 所以国外品牌的鞋 容易穿着夹脚 它的脚宽超标 身有锁感 不是很好买鞋 然后是脚掌的面积和直宽 这两项数据加进去 形成的回归方程的可用度比较高 江远说的也挺仔细 反正都是公开资料 而按照审讯专家们的说法 这时候多给刘畅聊一会 是有好处的 刘畅听到回归方程有点皱眉 道 你说的还是平均数据吧 你怎么就知道我的身高是193的 证实结论应该是191到195 我判断193是概率最大的 江远回了一句 又解释道 其实还是经验的成分 另外还有压痕还有不服 审讯室外的领导都听得云里雾里的 有些蒙逼 有些不明觉厉 看里面的年轻法医和年轻犯罪嫌疑人对话 真的看出了一种电视剧里的那种紧迫感 精彩又无法言说 你可以仔细说说吗 刘畅追问 该你说了 大肌肉老五插言进来 道 咱们先把审讯记录补一下吧 后面的你们再细聊 补什么 刘畅的身体又微微往后靠 可是贴椅子又靠不过去 让他眉头围皱 先说说 你为什么要杀人吧 武军豪也不按顺序走了 就直接问 刘畅撇撇嘴 不是说过了吗 现在是正式的审讯 你现在说 才算是你有自守情节 刘畅扬了一下头 缓缓道 我当时也傻逼 跟他儿子撞上了 来回骂了几句 那小子穿得破破烂烂的 回忆起七年前的场景 刘畅也有一丝的后悔 摇摇头 道 总之 我想找补回去 那天正好要到跟前去 就骑了个自行车 去了他家 结果正好碰到他爸 老头子要干我 我只能干回去 不小心就 你怎么知道他家在哪的 那小子自己说的 说从县道下去 有两个插着翅膀的大狮子 就是他们家 流畅的声音越来越淡 最好玩上 这路玩上 你们解讯了 我 有两路玩上 设案